哈喽,大家晚上好,我是飘领 今天这个开合视频呢,是我今天刚刚入手的 这个CROSSMAN PFAM9B 不知道这个代号呢,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也没做过这个背景研究啊 为什么要买这款枪呢,是因为它是一个 类似于贝雷塔的一个枪的外形 但是它呢,没有这个贝雷塔的版权,所以它就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名 然后,这款是全金属 全自动,那么它是打这个金属 BB弹的 有这个BLUE BACK 后座力的效果,然后它是这个CO2驱动 射速呢,最高达到400,然后 这个应该是它的 米每秒吧 对,122米每秒 后面有一些它的数值 CO2等等啊 2.43磅 那么这把枪呢,确实 非常非常重啊 Crossman CO2还有 我用的就是这种这个Crossman BB 那么它这个 包装纸就这样,然后 还有包装盒,这个塑料包装盒呢 非常烂 它这个塑料 So soft Too soft 这把枪呢 Too heavy 所以这个塑料盒 根本就不足以承受这把枪的重量 比如说这个枪 在这个塑料盒里面呢 它 就这个塑料盒 是歪歪扭扭 然后 你看就是我买的时候呢 它这个 已经就是撞的稀巴辣了 根本就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保护作用 那么我买的是164.95Canadian dollars 嗯 价格方面还可以吧 反正我挑了个相对而言比较便宜的 这个plastic package 真的是非常非常烂 那么这把 Glock 19x 也是plastic package 非常垃圾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plastic 我觉得这carboard box 会好一点 好了,那么包装盒先放一边 这边呢 赠送一些这个BB蛋 金属BB蛋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包装 这个包并没有错 这是一个完整的包 然后它这个包里面呢 它散落了一些BB蛋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他可能觉得这个给的不够输 然后又裹了几颗 而是在装的时候呢 他就 那边就没有很仔细了 这个不清楚了 他给了个Ilan key Ilan key Uly big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Glock的那个Ilan key 比较好一点 Glock这个就 smart OK See This one's much better 因为你可以hold这个地方 Turn 这个就 比较原始一点 Glock 90X的Ilan key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枪的本体 啊 对了 枪的本体看前 我们先 它还有一个东西 三张说明书 One two three 这三张说明书呢都是 啊 没有中文啊 它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都没有中文 也没有日文 它只有这个英文版 还有一个好像是法语版 还是西班牙语版 还是一个德语版 还是俄语版 不太认识 这个我只认识这个英文版啊 反正都是这个 一模一样东西 啊 没有什么好说 这个 还是要再仔细阅读一下 使用之前还要仔细阅读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枪的本体呢 我是一枪都没射过啊 这个是brand new 一枪都没有射过 然后我这是刚刚从盒子里拿出来啊 还是rope 那么这个 Magazine呢 退出来之后就开始 啊 有这个 滑盒 因为呢 它这个枪身 这个frame 是metall 我里面呢 已经 非常干了 bondry 然后这个metall magazine 和这个metall frame 它在一起 啊 really dry 然后 它这个不是drop free啊 你需要用手把它抽出来 然后它这个metall 和metall之间 你可以 发出那种摩擦的声音 要让人非常的不愉快 然后我在里面 喷了一些那个silicon oil 嗯 希望能好一点 感觉好像好了一点 喷点silicon oil 这个block 90x这个drop free 这个就much better 这个就非常非常good 然后 因为它这个是塑料的嘛 塑料 它这个边缘啊 比较柔软光滑 所以插起来呢 比较爽快感 这个比较爽快感 可以给你练习啊 换弹夹 给你那种爽快感 好 我们看回我们这把枪 这把枪 oh my god 像一个hammer 样种 heavier than hammer really really heavy really really thick really thick 他的这个slide 他的这个slide 还有frame 都是metal的 只有这个地方是塑料的啊 plastic 这个好像也是 这个好像也是塑料的吧 对 这个位置要是 是plastic的 其他的也值得一个塑料 他这个编号 他有这个 他这个呢 他这个字呢 他不是个白色啊 it's not white it's silver it's actually silver all silver not white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把它打磨掉 met in Taiwan ok 这个是city 联社 联社模式 全自动 哇靠 这把枪 真非常非常重 我这个magazine弹出来 给我 非常非常dry oh my god 我的手非常小 我这个小手拿起来 我根本就用不到下面这一块 我的手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呢 握起来呢 这把枪握起来非常舒服 你自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他正好卡在这个户口的地方 然后 食指 这个距离刚刚好 我这个小鼠握起来的话 还蛮舒服的 他的这个 纹理呢 也不会太拉手 纹理大约的集中在这个区域 他这里的纹理呢 还是蛮舒服的 这个纹理很舒服 这个纹理很舒服 他这个不像这个glock glock这个纹理就非常的扎手 这里非常扎手 握着非常不舒服 你握起来以后 整个这里就扎的晃 这个就非常扎的晃 这个就非常不舒服 那 这把就非常舒服 握起来 没有一种扎手的感觉 而且他整体的做工啊 这把枪的做工 比那个glock的做工要好 很多很多 这把枪拿出来以后呢 虽然说他的包装 包装非常垃圾 但是他的这个枪本体 做工非常好 他的塑料 没有任何的毛边 非边 塑料非常光滑 这个metal的部分 也是非常光滑 感觉他经过精心打磨 然后他的 这个漆面也很光滑 这个整体的做工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好 就给人一种 这东西造的很用心 很过硬 那你看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质感 就表明了他的这个感觉 这个枪拿出来以后 我感觉他的质感非常非常好 比这个好多了 这个非常像个toy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plastic quality 是 terrible 他的边缘线 all around it 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我不知道 我就是把它打磨掉 这个本来线非常严重 这个就塑料感觉非常强 而且这个retting非常严重 我这个必须要自己修 把它拆掉以后自己修一下 不然他这个 不然他这个 晃了 有非常大的声音 这个呢 就不会有这种声音 他整个就明白了 哦 solid hammer 非常棒 这个很轻 他整体就感觉比这把 要轻很多 这个 厚厚B 这个也很yeon 但是感觉 要和更 他的这个枪身部分 更轻一点 因为他这是塑料 这个塑料的 做 Bill 实在是太差了 嗯 那么 大体的这个第一感觉呢 第一感觉就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 因为这把枪我还都没有实射过 也不知道具体这个施打起来感觉怎么样 那么明天呢只能等明天有空的话 或者是找时间有空 再施打一下 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的quality is much better 然后质量呢也是这个更足一些 这感觉更像个玩具一点 这个是Wolmer X 那么 我还是感觉从第一感觉的来说 还是Crossman更好一点 Wolmer X 这把枪的问题特别多 我就把枪买了以后 我觉得它是蛮失望的 整个的整个这个system都非常的 设计的非常的不好 它的这个magazine 这个trigger trigger要push这个bbis trigger要 要拉那个hammer 还要release the hammer 所以这个trigger it's really really happy 不知道这把枪的没有 所以只能说找个时间给大家试一下 那么第一感觉呢 就这样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 那么咱们下次呢 就会上传这个 这把枪的施打视频 那么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